眼前这个看似怪物的生物其实是一只小海龟 只是现在的它痛苦不堪 在其身上长满了令人内心起毛的藤壶 甚至已经快赶上它的身体了 今天外国小哥要做的就是清理掉它身上的藤壶 藤壶是一个拥有500多种类的庞大家族 其中合性藤壶是人类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在国外最贵一公斤能卖到277美元 但另外一种龟甲藤壶却是海龟的噩梦 甚至会导致海龟的死亡 外国小哥一看就是心善的人 拿起一块铁环就开始清理藤壶了 只见小哥轻轻的尾巴了 就抠掉了一大块的藤壶 接着又是尾巴了 瞬间龟背上的藤壶喷的一声掉下了一大半 看着实在是太爽了 这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也令小海龟激动地挥起了四肢 藤壶是一种令海洋生物恐惧的寄生生物 对于技术来说就是梦魇一般的存在 虽然藤壶并不会积蓄宿主的营养 但是它们会依附在表皮 甚至会扎根在皮肤深处 就像一块块的牛皮雪令宿主痛痒难忍 而藤壶最喜欢的生存环境 就是水流量不大并且凑凑不平的地方 所以在海洋中 有素不快的鲸鱼和海龟 就成了藤壶生存的天堂 它们会将卵产在海水中 等待受害者们从旁边游过时 就会攀附在它们的皮肤上 给受害者们带了一辈子的痛苦和折磨 鲸鱼由于体积庞大 受到的伤害还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海龟却是深受其害 大量藤壶的寄生会严重影响海龟的有素 进而导致无论捕食还是逃跑都力不从心 最终走向死亡 根据资料统计 超过80%的海龟都遭受过藤壶的折磨 而且它们还无法自己清理掉身上的藤壶 只能艰难地忍受这一切 万幸海龟是一种灵性的动物 它们会选择找人类帮忙 一般人类在看到被藤壶折磨的海龟后 都会选择帮助可怜的海龟 视频中的小哥就是这样的 用手中的工具 正在仔细地抠掉海龟背上的每一处藤壶 背部清理完毕后 翻过来开始清理海龟的腹部 一个个长在皮肤里的藤壶 看上去是如此的恶心 今天小哥就要彻底清理掉它们 环小海龟一个美好祥和的世界 这些藤壶像吸盘一样 扎在海龟的皮肤里 很明显要比背部的男青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被这样的东西接生在身上 小海龟该有多难受 可以看出 现在的小哥抠的这个藤壶 已经深深扎根在海龟的皮肤中了 即使小哥也需要费劲才能抠掉它们 一想到如果这样的生物长在人身上 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造物主为什么要造出这样恶心的生物呢 它们的存在又有什么价值呢 这实在是令我想得通 终于在小哥的帮助下 小海龟身上的藤壶情理完毕了 通过对比 可以明显看出寄生在海龟身上的藤壶 已经和海龟一样大了 身上存在这么多恶心的藤壶 换谁都不会好过 获得重生的小海龟 欢快地拍打着四肢 虽然我不能与海龟交流 但是我相信小哥的海龟心理 一定充满了对小哥 对人类的感激 或许这才是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人类 对于动物 对于自然 应该有的态度 帮助动物 最终帮助的还是人类自己 只有万物之间的和谐相处 地球才能更加地善待人类 最后摆脱累赘的小海龟 被小哥放回了属于自己的海洋 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祝点小海龟好运 以后能自由快乐地生活在未来的海洋中 拜拜